小时候我听奶奶讲过一个老牛成精的故事 不怕大家笑话 到如今我还是不敢吃牛肉 也不敢去看老牛的眼睛 因为怕得慌 奶奶小的时候 那可是许多许多年以前了 那时候还没见过 动物也是可以成精的 奶奶的故事是这么说的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穷 越穷越生 越生越穷 可还是得生 因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土里刨石的庄家人 劳动力就是命啊 到了农忙的时候 谁家爷们带着几个大小伙子 翻整完自己的土地 看着别人羡慕的眼神 走在路上都轻飘飘的 忘了浑身的酸痛 可村里能一个接一个生的 都是儿子的 能有几户啊 那些生了女子的 或是只有一根独苗苗的人家 又是嫉妒 又是羡慕 地里忙活的时候 难免要低声下气 求人帮忙 只有村里老宋家 人口虽少 却养着一头大黄牛 大黄牛是羹牛 有的是利器 干完自己地里的活 老宋头收了别家的蟹钱和鸡鸭肉蛋 就赶着黄牛去帮工 可以说 全村的土地里 没有大黄牛没耕过的地方 大黄牛脾气好 到了别人家地里 瘦弱的寡妇女人都能使唤她 干活从来都不偷懒 用不着鹤马就闷着头离地 这头大黄牛还是头母牛 更是金贵 老宋家年年期望 大黄牛能怀咱生下小牛 那可是活生生的金鸽的 可大黄牛干活时任劳任怨 唯独不下崽子 宋老头给他添草料的时候 想起来就觉得窝囊 顺手就给了他一辫子 大黄牛只用乌黑的眼睛 温顺地看着主人 稍稍退后一些 吃食的时候 也只是小口小口地吃 像是怕再惹恼了老宋头 终于有一年 大黄牛怀上了咋 看着日渐鼓起的肚子 老宋头脸上笑得开了花 被大黄牛的草料都惊弃了许多 到了日子 生下一头健壮的小牛犊子 围着大黄牛撒花 可这小牛犊 和他娘大黄牛 完全不是一个性情 又降又倔 牛栏根本就捐不住他 常常偷偷跑到外面去 小牛犊子横冲直撞 踩坏了不少人家的园子田地 天天都有人来老宋家告状 老宋头看着这个金嘎的也起了倔劲 但是这个小牛犊子还翻了天了不成 不管叫老实了将来谁家肯花大价钱买这么个祸害 每当这小牛犊子跑远了老宋头就使劲的抽打大黄牛 让他闷闷的叫 独自练母 听着他娘的叫声 不管多远都会自己跑回来 等小牛犊子一进了院 绳索勒紧了脖子 老宋头下狠劲打他 急得大黄牛都支踹蹄子 后来小牛再跑 老宋头怎么打大黄牛 大黄牛也不叫了 因为小牛犊闯了祸 村里人都心疼被踩坏的菜苗 忘了那坚硬的土地都是大黄牛一步步离出来的 聚在门口墙头大喊着 打他打他 不听话的就得打扶这个小畜生 老宋头见实在是管教不了这个无法无天的小牛犊子 就下了狠心 小牛犊不到半岁的时候 就找了人来帮忙 要给小牛犊穿鼻子 鼻肉细嫩 穿上铁环绳索 看他还跑不 可到了穿鼻子那天 烧红的铁棍冒着白烟 吓风了小牛犊 几个壮汉都拉不住 小牛犊在院子里是东奔西突 见没有出路 突然回头对着母亲长闷了一声 一头撞到了水井的石头沿上 踏了半边井压 也撞断了小牛刚生出来的小鸡脚 小牛犊扑腾一声 倒在了地上的尘土里 血从脑袋缝隙里流过了眼睛 躺了一地 再也不动了 老宋家的金疙瘩竟然活活的撞死了 就死在了众人眼前 死在他母亲大黄牛的眼皮子底下 往常大黄牛漆黑的眼睛里泛起一层红光 看得周围的人不寒而栗 一个个善善的缩回头去 死了的金疙瘩的小牛犊 再也不值钱 只剩一身的皮肉 老宋头又气又恨 就在院子中将小牛犊开膛破肚 分成一堆堆的骨肉 他老婆子拉着他说 把大黄牛牵走 或者是蒙上眼睛再下刀子 老宋头一把就推开他 生口家家的 懂什么 就是懂也让他看看 生了这么个祸害 白白浪费了我那些细草料 不听话干活 就下锅当菜 小牛犊死的惨烈 村里人心里都有些忐忑 宋老头半卖半送 见一堆的骨肉都分干净了 自家煮了一锅下水和小牛头 那天晚上牛肉香气还没有散去 夜里全村人都听见大黄牛的吼叫声 平日牛叫是门门的动静 那天晚上大黄牛的叫声是门丧 听了大黄牛的叫声 板树人夜里都发了噩梦 第二天起来 老宋头竟然死了 腹大如骨 摸上去是肠子骨胀打结 这种死法必是痛苦至极 可是老宋婆子就睡在旁边 却没有听到他有一丝的动静 老宋头的死让村里人都害怕起来 大黄牛在牛栏里定定的看着人群 不吃也不动 帮忙丧事进出的人都不敢去看大黄牛的眼睛 老宋头只有一个外家的闺女 办丧事时正大着肚子要生第四个孩子 老爹死了 可婆家拦着不许他回来 说是不吉利 不到两个月 夜里大黄牛又吼出了门丧的奇怪动静 第二天午后 守寡的老宋婆子收到信 昨晚他闺女难缠死了 一共这宋家就三口人 老宋婆子给闺女烧了纸 自己关在家里 再也不出来了 几天以后 大黄牛又门丧了一声 早被这动静吓破胆的村人 翻过宋家的矮墙进门一看 老宋婆子吊死在了房梁上 井边上被黄沙盖住的小牛犊的血迹还在 宋家竟然死了满门 这下村里的闲言碎语再也压不住了 都说这大黄牛被丧死之痛 逼得成了暴丧的牛了 成精了 他一张嘴就要死人 那些吃过小牛犊肉的人 怕是都要遭灾祸 老宋头在村里 还有堂叔侄子 这份家业案里都该归老宋家亲戚 可老宋头的侄子 不敢拒签大黄牛 更不敢杀 也不敢卖 左思右想 干脆就让大黄牛拴在牛圈里 渴死饿死 总怪不到他家了吧 可没过几天 大黄牛消失了 牛篮锁得好好的 绳锁鼻环垂在地上 上边也没有血迹 并不是大黄牛 争吐掉跑了 竟是凭空不见了一样 奶奶说打那以后 村里时不时的会响起大黄牛门丧的吼声 一天之内 村里必有人过世 那动静是想在半空中 无根无由 久久不散 像是为黑白无常勾魂引路的号角 更是大黄牛为儿子小牛犊报仇而敲响的丧钟 那二三十年里 这个村庄的人婚娶皆难 别的村子都说 此村凡是吃过小牛犊肉的人 身后都跟着无常鬼 注定命短 谁还敢定婚配 不知道大黄牛的门丧催魂的说法真不真 可那些年里 村里的人皆是短寿是事实 直到参与过小牛犊 撞死和吃过肉的人都过了事 村子里才平静下来 生死如常 再也没有想起过 门丧的牛叫声